生命电视 慈悲爱众生 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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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文水百花香 三叶横清净 同佛往西方 Om Han Om Han Suha 这个文词的意义就比较简单了 就希望能够消除三叶的构然 而且最后往生极乐世界的意思 我们汉人最常见就是地藏菩萨 拿着帆着帆头南 gefunden 拿着帆帖 要是我们看到木剑连尊者去地狱救母的一些电影都会用帆帆正开地狱的意思 但是为什么帆帆可以破地狱 释迦佛的席帐是四谷十二环 就是它有四个边 如果仔细看它有四边 每一边三个环总共是十二环 代表四地十二因缘 为什么席帐正的时候可以破地狱 用法的力量消除众生的恶业 所以有一句话叫 本无地狱此心能造此心消 地狱是什么 地狱是内心的烦恼造业最后感到的果报 所以此心能造此心消 还是要从内心里面去用真理的力量 就可以消除地狱 为什么我们要晚上放蒙山要念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 因观法界信一切为心造 就是我们内心里面知道说 原来不管是佛的境界 菩萨的境界 三恶道的境界 都是因为内心有起烦恼 造恶业最后受苦 要如何让这个苦暴消除呢 还是要从内心中的烦恼做进化 修界定慧 甚至要修空性 观罪性本空的道理 甚至用真理的力量 四地十二因缘 就可以让地狱的恶业苦暴 众生的恶业苦暴消除 所以四地十二因缘是释迦佛的袭杖 就是四谷十二环 再来呢 为什么佛陀要治袭杖呢 因为出家人过去是脱波的 有些出家人就觉得说 施主应该会供养 就一早就开了门就进去人家的家里 那施主当然就不开心了 就找佛陀投诉了 你们的比丘啊 你们的出家人一早就跑来我家 然后呢就要找食物吃 然后佛陀就说 以后呢出家人呢 就要做这个袭杖 上面有环会发生 到施主家的时候就正袭杖摇一摇 摇一摇 里面的施主呢 如果真的要供养 然后呢听到袭杖的声音 就会拿饭菜出来供养脱波的出家人 就不要直接进人家家里 不要让施主起烦恼 这是袭杖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古印度是热带地区 地上有蛇啊 虫啊 蝎子啊 蜈蜈啊 出家人如果光着脚走在路上 很容易就踩到那些毒虫毒蛇 或者是被毒虫毒蛇所伤害 佛陀就制定用袭杖 杖头安环 一蹬下去的时候 有响动的时候呢 毒蛇听到就会离开 或是那些虫蚁听到就会离开 同样的出家人拿席杖 地藏菩萨拿席杖的目的是代表烦恼 痛苦自然会消除 因为有法的力量 就像毒蛇毒虫自然远避一样 所以当我们看到地藏菩萨拿席杖的时候 我们就要内心就要发愿 看到地藏菩萨 或是那些比丘僧 大家设尊者 欧难陀尊者 设立佛尊者 木见连尊者 这些声闻比丘 拿着席杖的时候 就要发愿 当愿众生设大师会 是如实道 要让众生看到真理 是如实道 如实道就是真理 佛陀永恒的真理 是圣地 神人缘 三十七道品 六波罗蜜 菩萨万恨 都是真理 甚至要上求佛道 还要下化众生 设大师会 布施给一切众生 让一切众生都能够随心满愿 叫设大师会 是如实道 再来受称 采法二师等无差别 谈波罗蜜 具足圆满 在古印度 吃完饭 用完斋之后 施主还会供养 出家人一些生活用品 像加沙拉布啦等等 那在汉地当然就是供养红包 那这个时候呢 出家人要发愿 采法二师等无差别 在家人供养我们 生活之具 出家人要供养在家人的法 就是要互相的回馈 而不是一种交换 不是一种利用 不是一种世俗的交情 而是采法二师等无差别 谈波罗蜜具足圆满 不管用钱来供养 用法来布施 都是为了圆满我们内心的谈波罗蜜 就是布施波罗蜜 进而圆满无上的菩提道 希望谈波罗蜜能具足圆满 再来取水第37 若见流水当愿众生 得善意欲洗除祸垢 若见大河当愿众生 得欲法流入佛至海 若见桥道当愿众生 广度一切犹如桥梁 这里讲若见流水若见大河若见桥道 都是讲我们生活就会看到的现象 我们开着车路过 河流看了就过了 淡水河还是高雄爱河 我们看了过了 但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发愿了 所以学完了法要发愿 学完了法之后 我们下次路过河边的时候 就可以发愿 若见流水当愿众生 若见大河当愿众生 还是过桥的时候 若见桥道要当愿众生 得善意欲 用善法的力量洗除祸垢 无名的垢染 用善法的力量来洗除 无名的垢染的意思 若见大河当愿众生 得欲法流入佛至海 河流一流终会流到大海 同样的 我们如果能够入法流 至少我们叫虚托还 大圣我们叫见道为菩萨 终究会成佛的 所以得欲法流入佛至海 是因为我们内心里面 都能够生起法的功德等等 后面呢 南无欢喜庄严亡佛 南无宝济如来无量圣亡佛 这三尊佛对于水族类的众生 愿力特别大 希望水族类的众生 都能够离苦而升天 欢喜庄严亡佛跟无量圣亡佛 是独体建阅律师 在读藏经的时候 所节录出来的 大家比较不认识 但是宝济如来呢 就出自金光明经 金光明经 流水长折子那个时候呢 把一万头鱼呢 让他活他们的性命 让他们有水有食物之后呢 流水长折子亲自入到水中 为这一万头鱼念宝济如来的名号 即为说十二人元法的道理 让他们听闻宝济如来的名号 还有听闻佛的教法之后呢 灵命中都可以升天做天人 所以一万头鱼 灵命中的时候就升天当一万天子 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宝济如来的名号 如果看到任何水族类的众生 帮他念宝济如来 他们命中都可以往生天界 再来是遇佛 我今灌木珠如来 尽至庄严功德聚 五着众生令离构 同正如来尽法身 佛陀那个时候出生的时候 有九龙吐水沐浴今生 九龙吐水代表什么 内心里面九道众生 从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 身文圆绝菩萨九法界的众生 都能够供养三宝 都能够供养世尊 供养佛 所以九龙吐水 沐浴佛身 那这个时候我们 遇佛的时候也要发愿 灌木如来 如来有什么功德 静至庄严功德聚 佛陀的智慧圆满 清静的智慧圆满 功德聚足叫静至庄严功德聚 我们喜悦如来 让人来的身体 没有够然的时候也发愿 五浊的众生 就是我们这些五浊恶世的众生 也要离开种种的烦恼够然 最终跟佛一样 同正如来尽法身 欲佛完就赞佛 赞佛有个祭祖宗叫 赞佛向好当愿众生 成就佛生正无向法 佛陀的身相 不是用凡夫的 我们讲三十二相八十 随心好 他就是佛吗 金刚经说不是 如果你用三十二相观如来者 转伦圣王即是如来 不是只有外相上的三十二相八十 总好是佛 而是内心里面的空性解脱 知见的功德是佛陀 内心里面的慈悲 智慧的圆满是佛陀 但是我们同样也要看到佛陀 圆满的金色三十二相 要升起随喜心 所以赞佛向好也要同时 当愿众生 未来跟佛一样 成就佛身 透过内心的庄严 就会显现出外在的庄严 所以正无向法 最终能够证得空性的道理 所以我们的修行 既得的叫做知识 叫做智慧 不既得的叫做气质 我们所读过的经典 还既得的就是我们的智慧 但是不既得的经典 会内化成我们的气质 由内而外 所以成就佛身正无向法 最终佛陀的告诉我们 就是空性的道理 般若空性的道理 内心升起般若的正量 显现在外面 就是佛陀的三十二相 八十随心号 后面有个咒语 叫Omone mo ni san mo ni so ha 然后这里有个小字 此事欺佛灭罪真言 这是过去欺佛所讲的真言 这是读体 剑阅律师读葬星的时候读到的 好 绕塔 又绕于塔 当愿众生 所行无逆 成一切智 namo san man do moto na on dobo dobo so ha 在佛陀的时代 是没有佛像的 或是我们大声说 第一尊佛像是幽田王 在佛陀上身 刀立天说法三个月的时候 造出来的幽田王金像 但是那个时候呢 大众就问佛了 佛陀啊 如果我们弟子们 想要有个纪念佛陀的 恭敬礼拜的对象 供养物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呢 让我们瞻养恭敬呢 佛陀这个时候就思维了一下 就把身上的袈裟 三衣脱下来 放在最下面 把波倒盖 放在中层 把席杖的头尖端插在上层 三衣 波 席杖 就是最初塔的样子 后来再照这个样子 去做出了佛教的 后来种种 大大小小 各式各样的佛塔 所以佛塔是 佛弟子们的 皈依供养的对象 那佛陀最初 为什么用三衣 波席杖代表佛塔呢 代表解脱的功德 正法的功德 还有空性的功德 三衣 佛陀的三件衣服 圣增反减 我们讲说呢 佛陀的三衣有种种的功德 尤其最重要的是 五衣 七衣 九衣 五衣是一长一短的条项 七衣是二长一短的条项 到申其立大衣的时候 是四长一短的条项 长的越来越多 短的越来越少 代表圣增反减 圣法的功德越来越多 凡夫的烦恼越来越少 圣增反减 解脱的功德 而且呢 三衣 五七 九大衣 代表敬申与义 五条断贪心敬申业 七条断称心敬与业 到最后呢 九条大衣的时候 要断 鱼吃 敬 异业 广度众生 这是解脱的功德 佛陀放在最下面 代表解脱的功德 在三衣上面体现 中间放着佛陀的波 代表佛陀还是这个佛塔 会成为未来众生的供养 敬 归一处 而且波呢 道概代表中间是空心的 代表众生可以透过顶礼佛塔 而证悟佛陀空性的功德 最上面的席帐我们刚刚有说 四地十二因缘 四谷十二环 代表佛陀真理的展现 四圣地十二因缘 三十七道品一层一层 所以整个佛塔本身就是法的象征 诸佛以法为师 诸佛以法为尊 所以佛陀留下来给弟子们的 供养礼拜的对象也是法宝 法宝的具体体现就是佛塔 所以我们诱绕佛塔的时候 要当愿众生 所行无逆 什么叫所行无逆 没有世间法了 没有凡夫够然的念头了 甚至没有贪嗔痴了 所行无逆 最后成就佛陀圆满的一切智 辨知一切的智慧 乃至于如来实力的功德 所行无逆 成一切智 再来看病第四十一 见疾病人当愿众生 知身空疾离乖真法 就是看到病人的时候 希望众生都能够远离乖真法 是非对错的分别 生病与健康的差别 二分法是佛教里面最忌讳的 因为有二分法的简别与差别的时候 内心就会生起种种的不平等 不平等的时候 心病生就病 心不平等的时候 身体就有疾病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发愿 让那个病人 知身空疾离乖真法 再念这个消万病咒 再来替法 替除虚法 当愿众生远离烦恼 究竟极灭 我们讲三千烦恼 所以替除虚法 我们在替头里头法的时候 希望众生都能够远离种种的烦恼 得到究竟涅槃 这是大悲咒的咒尾 那翻成中文的意思叫做 令我真言恨都能够成就 再来 沐浴 洗浴身体 当愿众生 身心无垢 内外光洁 Om Bhaja La No Ja Ja So Ha 就是希望我们内心 洗澡 同样也要洗心地 身心无垢 而且正德跟佛陀一样 三十二相八十 随行好 内外光洁 再来要洗脚 洗足地四十四 若洗足时 当愿众生 聚神足力 所行无碍 Om Bhaja La No Ja So Ha 一样是用敬三叶的真言 清净的真言 来让我们的脚能够清净 而且最后能够聚足佛陀的神力一样 能够游行十方世界 堵切众生 所行无碍 睡眠 以时请洗 当愿众生 深得安慰 心无动乱 A 最后要睡觉了 一切法都圆满 要睡觉了呢 希望众生 生能够安稳 生睡得好好的 不要翻来翻去 心呢 没有动乱 有时候 睡觉的时候 东做梦 西做梦 反反恼恼 白天的梦 白天的妄想 晚上继续做梦 这就是内心里面有烦恼 透过这个A字 A字是空性的意思 透过这个A字 我们念A字的时候呢 就像金刚萨赌 白字名之后 念完了那个A字 就代表我说 种种的烦恼 消除了 净化了 正如空性一样 这就是最后的睡眠 第46 好 生活中的菩萨道 平定日用 到现在 46条都讲完了 也希望大家 真的能够在生活中 实践菩萨道 学菩萨一样 学佛陀一样 念念 当愿众生 发菩提心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平定日用 不只是出家人 所应该被 应该学 应该学习的 也是在家人 在生活中 齐心动念 念念都应该要 照上面来发愿 照上面来回向 甚至最后 显密圆容 最后得正圆满的菩提道 最后我们来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南无本师 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 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 释迦牟尼佛 沪池中华国际 诗实协会 邮政华波 沪明社团法人 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华波账号 50396819 50396819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 001 205 666 012 001 205 666 生重灾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贡香 粉 药贡包 香 弱势关怀 不食动物 慈悲置业 高雄中山书方 4月30日 星期六 上午9点开始 八观在界 不生即慈悲失实 宫晴战身法师主法 下午1点半 佛学讲座 讲题 顶旦弥陀 随缘 复感 恭请天宽法师主讲 地点 高雄中山书方 高雄市 新兴区 中山二路 472号 7楼 下旋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 静邀菩萨 参与讯息 蓬栽法义 购物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法会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慈悲之业基金会台南分会城增护身员义工 工作时间每月第四个星期日 工作内容除草打扫环境 下旋电话 062716-616或 062716-612 062716-616或 062716-612 下旋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 二段 345号 静邀菩萨 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购物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量体温 愿我乃至神圣事实中获得举足弃得至善去 愿我出生力寄予蒸发去 有如理羞耻之自由 愿我能领上世生欢喜日日日夜夜之中心蒸发 愿我无法好羞耻 愿我无法好羞尽花一笔声越过山又直到海 愿我能为众生穿鸟发 成半天los Parliament 成半踏离 无忧眼尖心 占我能颖 愿我能颖 五篇大誓约 凌智兄姐 一同成真倦 愿我乃至生生世世中获得居住既得至善居 愿我出生力寄予阵法居有如理羞耻至自由 愿我能临上世生欢喜日日夜夜之中心蒸发 愿我无法好修经画意彼生月不散又是大海 愿我能为众生传妙法 城阀海里无有厌倦心 愿我能亦无片大雪月 临终柳心一同成正月 恒世之送自留法愿望 父的功德无量等许空等许空 都不认为敬佛 灭佛伤净土 传佛杜众伤 静在生命电视台